除了常规的蒙版处理之外 将矩形与文字或者形状进行不耳运算 也能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一起来看看 首先插入一个矩形 放上文字内容 根据需求调整一下排版样式 接着先选中矩形 按住Ctrl键 再选中文字 依次单击形状格式菜单 合并形状命令减除选项 这样就从矩形中除去了文字部分 实现了镂空效果 如果把文字换成数字或者字母 就能制作出别具一格的过渡页 或者你也可以再进一步 用视频换图片背景 发布会中经常使用这种操作 同样的原理 用矩形同其他形状进行不耳运算 也能做出创意感熟的页面 以上就是镂空蒙版的制作与使用 加上前面两期的纯色蒙版和渐变蒙版 PPT中关于蒙版的基础内容 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